21岁的女演员张雪莹最近名气有些大,常常爆炸热搜榜单,热度居高不下,不是因为作品,而是因为和秦俊杰的绯闻。 看看偶像的声音,铺天盖地都是吐槽张雪莹的言论,有吃瓜群众犀利的指出,杨子比她好多了,还摸人家男友的脸,展示吻痕,恶心。 张雪莹的粉丝博弑键拍下,一个个都给我把嘴巴放干净点,张雪莹轻轻白白的小姑娘招惹谁了,人家小两口的事跟我们半点关系都没有,工作室都澄清了还想怎样,拒绝造调。 不背锅,维基百科介绍张雪莹的用词简直就是不堪入目,说此人作风不良,经常到贴流量小声,依次介入梁子秦俊极感情关系,是一个出色的小三,对于往上扑来的各种污水。 张雪莹母亲亲自下场澄清说,我们认认真真拍我们的戏,那幅戏里没有个男一女一,照你们这么说,都有关系了,这不是小扯吗? 张雪莹父亲也转发录制说,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挺难的,无语,金花1970,账号是张雪莹母亲,金花关注了非帅帅,这就是张雪莹的父亲。 而且张雪莹本人也关注了金花1970和非帅帅FS这两个账号,这就是她的父母啊。 张雪莹父亲出面维护自己的女儿说,你们不要随便评论造谣,乱传帖,请你们要尊重一人。 如果再这样要追究法律责任,张雪莹父亲,网友指责张雪莹父母戏有点多,本次辩解说,如今父母互读,子就戏多了,网友骂得那么狠,怎么没人谴责网友戏多呢? 工作室澄清,养子评论,然后张雪莹首花点赞,然后张爸妈上线澄清,这操作有点骚,不知道,暴斗养子,都是部分网友胡乱猜测,不关养子的事,养子还特地帮忙澄清,也有人这样评价说,在娱乐圈混,就是要承受得住流言蜚语,承受不了多个普普通通的百姓好了,哪个明星像张雪莹家这样的? The End也则证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